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再来关心第六轮的高端疫苗在23号开打 那指挥中心也公布了最新疫苗不良的事件通报 累计是有四起在接种后死亡 那昨天最新的通报案件有18件当中有三例死亡 那15件是非严重不良事件 那另外来看的是今天有公布的个案是新增两例本土 但都是在隔离者确诊 那大家也很关心说即将到来的中秋节 大家是不是可以开放户外的烤肉去来做烤肉 那指挥官陈时中他就说中秋这个部分 因为疫情呢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变化 时间比较近的时候再跟大家来做报告